來 偉忠 國民黨等了這一刻 至少等了三十年了吧 終於有機會可以霸占主席台了 你怎麼看 我忘記了 兩千年到兩千零八年 他們有佔領過嗎 應該不用嗎 沒有 那個他們是多數 需要講 沒有機會 對 沒必要 沒機會 但是走位就走錯了 走太慢了 太晚上去 彩排沒有弄好 不是 我不太懂 因為整個黨 就是黨團就很亂嘛 如果坦白講 第一個 我覺得 這個議題國民黨來出手 是非常錯誤的議題 這絕對不會是一個 國民黨佔優勢的議題 因為你這樣的話 就再讓一次本土 反本土這個議題陷進去 然後讓你的臉上 那個粉 反本土的那個東西 就 會不會那個粉會塗得更厚 這應該是政策會執行長下的令 我不知道 我坦白講 我真的不知道 蔡正元能不能下這個令 因為現在黨就是亂 你看連走位都沒走好 那之前 之前那次 也有十一個人不在 所以從這兩次看起來 就覺得 即使有蔡正元來 蔡正元也叫不動 那黨對 當然 當然你要作為一個在野黨 意識策略 當然也是沒有選擇好 但是我覺得重點不在意識策略 也不在於他為什麼表決完 他再上去 要看議題的本身 重點在於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議題 我不理解 我到今天還是不太理解 我先不談這個歷史課綱的內容 光是教育部的程序處理的過程當中 就非常多的問題 而且那個時候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我負責任說 包括黨內非常多的立委 都對教育部的處理是非常有意見 處理的出招 以及在選前這種處理的方式 意見各有 他可能不是針對你 克陽偽教的方式 不是的內容 但是至少對你的處理的方式 有太多意見 大家也記得那個時候 香港教育部本來答應要去學校 去了議場之後 後來就落跑 在那個之前 他們還跟黨政平臺都開過會了 就都要求他一定要去溝通 他也答應了 一轉身就落跑 這個事情其實光是這個 就黨就沒有立場 黨立委就沒有立場 當時你也是這樣批評 他們的 何況這個克剛議題的本身 國民黨不會站上風 國民黨不會站在主流民意這邊 不會得分這個事情 那國民黨要開閘你 聽說要跟李全教的案子並案 我是叫地方黨部通知 他們一直說 他們收到地方黨 中央考機會希望他們討論 我想石球兄在這裡有這個經驗 就是一定是中央考機會 請地方黨部報上去 那地方黨部也覺得 為什麼他要處理 誰開了這一槍 總要有人嘛對不對 就是有位中央委員 是我們臺北市議員 他要去檢舉的 檢舉的第一個罪狀 就是跟柯P見面 徐鴻廷嘛 跟柯P見面是違反黨紀 他說顯然是要去 就是要去任職 第二個就是 所以國民黨邏輯是 跟習近平見面可以 不可以跟柯文哲見面 這個邏輯蠻有趣的 第二個就是批評九二共識 第三個就是說 說我有哪一個國民黨 那個時候要抵制柯P的一個意識工坊 他都已經意識工坊完了 意思是說柯P還沒有做實證報告 我就要說你實證報告是背離人民 我就讓你不可以發言 我就說 你要就像這個議題一樣 就你要選擇議題選擇方式 做意識抵抗都可以 但是應該選擇比較好的方式 人家都還沒有實證報告完 你就說人家是背離民意 這個有點怪 就是這樣子 他就說我洩漏黨的決策 可是我是看到黨已經這樣幹了 我才說怎麼這樣子 說我洩漏黨的決策 我也不懂 所以會有讓你申辯的機會嗎 像石秋議員就沒有申辯機會 石秋議員是真的很悲慘 秋哥怎麼可能會開閘一個人 完全沒有給這個答辯的機會 這在貴黨 你的以前的這個幾十年政黨 是這樣的 一般習慣是這樣嗎 不過看到偉忠 我就想到 我第一次被黨籍處分 如果他是跟李群教在一起的話 我記得九十五年 我第一次被黨籍處分 那時候是馬英九天王巨星的時候 他因為我認為馬英九 當時在台北市議會的 這個提名人選有問題 那我公開的表示抗議 算是當時馬英九九十五年 是天王巨星 剛接黨主席 結果他就幫我黨籍處分 黨籍處分 把我跟誰搞在一起的 王又貞 那時候王又貞被黨籍處分 我說我氣 我就快來跟黨部抗議 我說你黨籍處分 我沒意見 但你不要把我跟他們綁在一起 各位來記不記得 王又貞那時候一個經濟犯罪跑掉 他把我跟王又貞搞在一起 黨籍處分 坦白講 我那時候就很勞火 就是十年前 對 或者覺得財力相當 是不是 那最近這個 我當時也是 我剛才跟偉忠聊天也是 也是當時臺北市黨部主委 打電話給我說 有人反映 理由跟他差不多 說你怎麼可以下入 柯P的廉政委員會 那我說我們是就事論事 而且這些案子 我基本上又不是現在 我當國民黨市議員 我就急出質疑 而且我也相信他法律上面 因為我曾經告過 但是我們裡面很多情侶 都不符合的可以參加 那後來我記得 那天也在這個節目 我跟我太太還在武林 那個武林農場度假 我第一件事情 我說不可能 不可能是我 因為我又不參選 所以你搞錯了 對 你會查清楚 不可能 不久之後 打電話過來 說楊議員確定 你被開除了 我說不可能 那你告訴我票數是幾票 在中常會 中常會通過 他說好像沒有票數 是鼓掌通過的 所以我判斷大概也是 我剛才跟偉中講 全體起立鼓掌通過 他說在中常會是鼓掌通過 因為我當時說 中常會通過 那你要告訴我幾票對幾票 我被開除 他說 他們又過去查證之後 他沒有票數 我說怎麼會沒有票數 他說他們是全體 歡聲雷動 鼓掌通過 所以就被開除了 所以我相信 可能偉中到時候 也是用鼓掌通過的方式 就是會敢放鞭炮通過